接下来请高宏安委员发言 本席请代表台湾民众党党团 对本院的邮院长还有林秘书长 以及立法院全体的工作同仁表达感谢 谢谢你们的辛劳 让昨天我们的这个纾困振兴条例 能够顺利的完成党团的协商 能够快速的回应民意 同时也感谢各党团的同仁们 干部们 大家非常理性的沟通讨论 以台湾的社会安定经济为前提 我们能够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那台湾民众党呢 昨天在我们的协商过程当中 提出了修正动议 新增了一条法条 来希望行政院能够定期向国会 提出我们在防疫执行 还有预算执行上的报告 同时呢 陆续的要公布给民众知道 我们在这个振兴纾困条例里面 各主管机关对于这个条例所提出来的一些补助 补偿 奖励的办法 以及它执行的进度 这样的一个法条呢 其实是落实了台湾民众党所主张的理念 也就是开放政府 还有财政纪律 以及我们的全民监督 那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 昨天的党团协商 有这样的一个朝野共识 能够新增这样子的一条法条 不过 我们党也觉得非常的遗憾的是 昨天呢 在我们看到的振兴纾困条例里面 即便说行政院此刻愿意振兴条例 来展现出破例和投注资源 但很可惜的 没有进一步落实到全体的国人 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发新的 广大寿新的阶级的需求 我们可以看到 12岁以下的儿童的照顾者 在这一次的行政院的条例里面呢 其实防疫照顾价并没有挤兴 同时也没有补贴部分的生活津贴 那在这个部分 只有用减税来鼓励企业发新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开学的延后 已经造成许多家长的困扰 无论是在安亲的支出增加 或者是我们在这个请假上面的一个 薪水的所得的损失 其实呢 很可惜的 行政院的纾困条例的版本 解决了产业的困 但是对于这些我们的 儿童照顾者所面临的经济困顿 看起来并没有直接而贴心的方案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没有成功争取到呢 就是执政党对于不希望 深陷疫区困境风险的劳工有制度上的支持 那这个部分呢 他们没有办法去拒绝雇主的指示 所以还是需要前往疫情流行区去赴任 那大疫当前 其实劳资双方理应共体时间 那我们的政府就更应该呢 从这个勇于认识 先弱后强 先小后大 那在这个部分呢 去思考 针对弱势的族群 受薪的阶级 还有违行中小型企业 如何提出更全面的纾困方案 那本党在这边 恳请各位立法先进今天的支持 谢谢 好 谢谢高委员 接下来请 曾明宗委员发言 感谢观看